现在天了好多人喜欢吃烧仙草或者是要加点芋圆感觉上很不错 所以这种类似的生意真的是开了一家又一家 那如果是意要加盟的这些民众其实也很担心竞争会不会太激烈 导致泡沫化呢 其实要怎么样的拓点可是有学问的 听起来看 Q弹仙嫩的芋圆加上黄地豆绿豆花生 淋上烧仙草暖乎乎的端上桌 天气冷就卖热芋圆烧仙草 天气热加入刹冰和更多五颜六色的配料 这样的冰品热饮店全台湾已经展店一百多家 冬天的时候就是一天最低五百块这样 本身是有在客机业 然后那时候店开的货我是没有辞职的 我是把那边赚的钱然后来补这边的钱 在亏损两年之后业者决定转型 结合复合式餐饮形态终于让业绩有所好转 展店相当快速 选点策略跟着人潮多的麦当劳与泉连走 我觉得他们的开店 然后那经营模式跟选点方式都不错 都蛮取向于就是未来的那一种社区 然后经营形态 所以我都会跟全联啊 现在指标性的那个麦当劳啦 星巴克这些做一些比较这样 台湾类似这样的育圆烧仙草连锁品牌 尽管众多也比不上手摇引市场的竞争激烈 但是过去育圆烧育圆连锁也曾发生 展店过于快速 一家一家倒闭的泡沫化先例 专家分析台湾连锁事业不容易发展出规模经济 1700多个营运总部平均下来 60多家加盟 已经是稳经营的上限 否则容易泡沫化也伤及品牌形象 选址策略跟着名牌走 专家说是个聪明的策略 三连新闻刘汉伟李启文 SNG小组台中报